这是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纾困4.0宣布 计程车驾驶最高补助3万元 但高雄有一间车行 竟然把旗下车队 25位驾驶的纾困金通通领光光 以每位驾驶可以领到3万元来计算 25位驾驶相当于75万元 由驾驶气不过向车行询问 没想到对方还回应说 如果无法接受 就只好请他另谋高就 登入查询一看结果 上头写着汇款完成 但仔细一瞧 钱竟然是汇进公司账号 是我们自己跑去要申请的时候 说你们公司已经都领走了 纾困金全进了车行口袋 而且一问才发现 钱被拿走的还不止他一个 同事回去跟公司反应 然后公司就有点变相的说 如果你不接受这种的话 就请你另寻他出 高雄一间计程车行 旗下服务者车队 25名驾驶纾困金 总共75万元 被车行统统领走 有人询问对方回说 因为有劳健保 全数归车行 薪水一毛钱都没有减少 公司受到影响 不是他 这个钱是公司要领还是他要领 我们就是靠两整个策略 怎么金领 实际上不只这一次 纾困金被拿走 上一波补助 也有30名驾驶没领到 接连两次让相关单位决定 介入调查 为依据查证的结果 再来做最好的一个处置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生机困难 存出不少拿员工个人纾困金 来填补营业亏损的情况 现在车行将被调查 若是查证属实 想必能还给驾驶一个公道 记者梁家伟张崇敏高雄采访报道